刷牙刷牙飯才知道用到的是差別 不是 我覺得那是一種習慣 曾經有別人就是跟他講 可是我覺得他會不由自主的 他就是只要一吃完東西 而且他不但吃他還會這樣 反射性的 對 他不但每 而且他又愛吃鵝米酸 每次吃完這樣吸完之後 他會說 好辣 然後你在旁邊你就會跟他說 那你下次就不要放這麼多辣椒 到了明天他還是一碗紅麵餡 滿滿的辣椒 吃完他還是吸完他還這樣 好辣 我覺得男生只要 不管你長得再帥 然後去日本料理吃毛豆 吃到他吃過的 我覺得男生不管你再帥 學問再好 事業再有成就 當你在人家也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發出那個聲音 我覺得馬上變零分 這樣講我想到 我以前有個同仁 現在離開了 他有鼻痘炎 他不是故意的 他一直在那邊 對 那他沒有辦法 尤其天氣冷的時候 這就要體諒一點 對 玉琳哥 這個吃麵跟喝湯 有時候比較為難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就說 因為日本人都這樣 吃麵的時候吸很大聲 表示好吃 表示好吃 我第一次去日本出外景的時候 我就覺得奇怪 果然名不虛傳 因為他們吃麵 就會用吸的 喝湯也是要很大聲 好像去品嘗他那個味道 這是我留下第一個印象 第二個印象 就是日本的羊還滿多的 你就到哪裡都聽到 咩咩的聲音 我想說奇怪 在東京怎麼會那麼多羊 後來誤會了 因為他們都是 すみ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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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就很有禮貌 是為了要講 是講這個 好 大家大家都很認真 對 對啊 好 好 那 那個台灣跟日本 畢竟不一樣 就是說你在台灣 如果有人吃麵喝湯 雜雜雜雜雜雜這樣子 素素雜 老實講 我覺得那個聲音 是很大的一個噪音 我一個同事就是這樣 零食 乖乖 纏豆腐這一類的 你就打開就好了 他永遠都要人家很專注的時候 突然 砰 一聲 對 會有 我們就跟他說 你這樣講 我常常在餐桌上餐廳 被人家那個 小孩 開驚奇 對 我覺得這很不禮貌 很多家長 因為嚇一跳 很多家長還在小孩面前 砰 那小孩子呢 就跟著學一樣 砰 你就砰來砰去 砰來砰去這樣子 砰 那我那同事呢 因為他就喜歡吃那種 有包裝帶的這種 乖乖啊 我剛剛講那個 什麼蠶豆書啦 什麼科學麵這一種 你就一上班 我還聽到好幾次 在那邊砰 砰 砰 後來我們受不了 說拜託 你比較有水準 好不好 你那邊砰 砰 他說不要砰 那個時候流行有一種 卡拉OK 隨身攜帶那種 長得像麥克風 他從口袋裡面拿出 他一根出來 不然我 然後就那邊唱 啊啊啊啊 東東五湊以上 那唱什麼 就是他永遠都有辦法知道 你為什麼總會想出這種荒蕭 以前很多人都放在口袋裡面 然後拿出來說 你要想一下嗎 好 星宇講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就是很自我 很自我的人 他享受他自己的小小世界 所以我在想 你一定有方法可以反制他 例如說他吃那麼多零食 又在那邊喃喃自語 如果你每次都站起來跟他說 你要是再發出這個聲音 你吃什麼就要請我的話 他下次說不定就乖乖的 我覺得這個 因為他從來不請我 超氣的 因為他小氣嘛 所以他發出聲音 他影響到你 他就得請你的話 我覺得這 可能就是一種反制的方法 像皓然還有玉琳哥講的 這種我覺得 有的時候是他那個 個人習慣很不好 尤其是衛生習慣很不好的時候 我們女生怎麼能夠忍受呢 所以我剛剛在模擬的時候我也在想 如果這個人是 比如說我是他的特助 我是他秘書 他是我老闆的話 我就無力抵抗 我在想我大概也只得跑了吧 或者是工作上那種 有的時候是一大一那種 密切的拍檔的時候 真是無法忍受 所以我在想這個時候 大概就得跑路了 不過我剛剛卻想到一個 經典的案例 就是我的大學同學 我這個大學同學 他很年輕的時候 就進入了一個無人的小公司 雖然這個公司小 可是非常賺錢 那他那個老闆呢 他跟我形容了兩年 就是那種 好像生活習慣不是太好的人 所以他每次碰到我 就要一直抱怨 一直抱怨 可是他後來卻做了非常久 為什麼 因為那個老闆 後來展現了他其他的魅力 就是年終獎金 每年都發一百多萬 我覺得大家看到 他有其他的 其他的優點的份上 其他的優點的份上 這一個我們也就不要這麼計較了 就是我會從年終獎金 一百多萬磨出30萬說 老闆這送你去植牙 好 第四個是什麼呢 上班不時看影片 放音樂超大聲 我以前作業務的時候 碰過一個男同事 他長得還滿帥的 然後一心想當明星 有明星夢 對 喜歡當明星 而且你知道我們做廣告的 其實跟演藝圈 那時候也是有一點點牽扯 然後那個男生就是 他常常就會希望 讓大家聽到他的歌聲 但其實他的歌聲真的也還好 我們中午突然12點到1點半 很多人會外出請客戶吃飯 或那個如果不想吃飯的人 就會在辦公室睡覺 我覺得你要發出聲音的話 你要練歌OK 可是中午那個時間 是大家想休息的時間 他專門在中午的那個 一個半鐘頭 他會在辦公室練歌 而且他每次練歌 他還會問你說 他唱得怎麼樣 因為他知道 我也出過兩張唱片 雖然我是走偶像路線 沒有 沒有 大家都會肯定這個 沒有 沒有 可是他每次問我的時候 你又不能夠說 你中午可不可以讓我們安靜 因為有些人他會覺得 他明明有那個自信 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一句話 他就整個自信心就沒有 對 所以他永遠都在中午 那一個半小時練歌 而且每次練到 就是有時候 女同事大家只想要休息個 一個半小時 你就會一直不斷的聽他 一直在唱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這種聲音就打擾到人家的話 其實真的很痛苦 對 以前我們那個餐廳就是說 餐廳的 我們那個餐廳是日式餐廳 所以我們在營業時間 我們都會用那種播放系統 就是播放那種什麼 我們那個年代比較老 大家都放什麼 恰克與飛鳥 還是什麼那一系列的 對 日本餐廳不會放Bonjour 都是放日本的歌 所以就會放那個 那太老了 對 我們就會固定放我們的CD 然後譬如說他從第一片 到第二片 就是一直這樣子放 我們那員工他們就是 有時候就是 營業時間比如說是6點到12點 所以下午2點到6點 就是備彩時間 他可能負責切豆腐的切豆腐 沙花枝的沙花枝 那個時候備彩時間 那備彩時間 其實我們也是隨便他們說 你們要幹嘛都可以 可是講那些小工讀生 有些高中生 他怎麼受得了 一直聽那個恰克以飛鳥對不對 或者是什麼那個Dreams 有一個Dreams什麼 Dreams come true 對 然後 然後於是乎 他們就會帶自己的CD來 然後於是乎 一開始也還好 就是說他就會偷偷去把那個 康音系統 我們本來店裡面 預定要播放的CD拿掉 然後開始放 放了之後 然後呢 內場的 那個小弟弟就有聲音了 因為外場都是年輕的 小弟弟 小妹妹 內場的廚師們 通常有一定的年紀 然後他們放那種很搖滾 很吵 然後他們說什麼東西啊 關掉 然後就開始吵 我就跟他們說你們 那這樣好了 大家就是一人一死 一手一手 結果內場就給我播什麼 內場有個小弟弟弟就給我放歌劇 然後我外面就快封 什麼你知道那個歌劇 放每個人 不是吧 不是吧 明明不是吧 正學的要來 對不對 老師你還記得這首歌嗎 有 那徐薇英文有主題歌嗎 聚會不死吧 哈哈哈哈 怎麼那一隻喊就這樣 喊投手的啊 新的樣子 對啊 還好 對啊 後來就因為 因為這種放音樂的事情 兩邊搞不定 就跟他說麻煩 那就不要放自己的音樂 你要放自己音樂 就用收音機聽 你就不要去放店裡電 以前我的編輯部 曾經被投訴一件事 就